Lun Sang 继续 欢迎来到Lun Sang 继续 欢迎来到Lun Sang 继续 我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办公室 随便可以开一下 当然那个绰号法三番手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来因为我们中毒了 中毒什么呢 今天我们会拿三个款的军床 三个军床 然后最主要我们会搭配 它的那个网杀 网杀 网杀也准备了两种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 第一款就是Dicaton 的军床 Dicaton其实有两种 我就买这个比较高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主要用 这个军床的目的不是在10里面用 是在10外面用 就是打个天幕下面就放一个军床 所以极简主义 然后当然你可以看到 分别就是它很大很重 它大概整7kg都来 非常的重 但是好处在哪里呢 有坏处就一定有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 它很容易开 它就开了 一开就好了 然后 然后 两边有一个锅 要记得扣上就可以了 这个床的好处就是 你坐上去什么 它 你可以很安心 你这样坐 都很安心啊 因为它真的很 solid 全部股价全部很好 所以躺下去 我180公分 它190公分长 是很舒服 不好意思 就很舒服 加上一个枕头啊 还是什么就很好了 好 等下我看看 这个价钱 什么价钱 200多 200多块 这个 所以我觉得可以了 性价比很高 但是如果车有多余的空间 我肯定是可以 因为它真的很大房子 这样如果你不够空间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尝试 我们有买的两种 一个是 这个是7LM的 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是这个叫做 High Speed 是 是 刚才唐宝买的 对 我们选的简单 很简单 因为军藏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懂它的质量 我们就选到淘宝里面 最便宜的两款 哈哈 对啊 嘿 这个就是我们的 终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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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我发觉到我的架构 跟你的架构 有少许的不一样 哦 不一样的 嗯 它基本上东西是一样 但是有一点点东西不一样 OK 所以就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 哦 哦 我的是 金属了 它的是 这个 哇 有少许的 有少许的 也是会 对 所以有一个小刷处 我的是 直把 这样按的 对 我是有一个金属 哦 这是金属 然后这个是 但是我一个很容易爆 它就是整整 但是你一个就是 有少许的 稍微 手的feel 哦 但是我这个是 拳头跑最便宜了 然后在股价方面 将来目测 又像一模 什么 我觉得是 分分钟是同一个厂 同一个模出来 其实是 而且有少许不一样 那个模具 你看这里 我们很喜欢对比 就是看它的模具 是不是一样 对 哦 脚我觉得也是 一样的模具 但是有一点不同 我比较喜欢你那个 你看那个脚 这个 你敢问我 你那个look比较好 你看这个 这个 就重量来讲 我们对比一下 它的股 我觉得其实 这个长度 应该就没有什么分别 你的 我已经抽你了 没有啊 你抽你 没有啊 一样啊 那个厨细度 我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脚 对 这个脚啊 你看啊 我们两个有分别 你的是有这个clip 哦 你的没有吗 我的是 plastic的 哦 所以我的脚是 我的是一个clip的 但是 阿Kanji脚是一个plastic的 然后你的脚会粗一点 我的脚会比较幼一点 我脚会比较幼一点 我脚会比较幼一点 所以 一般上我做法 先扣中间 对 扣中间先 中间很重要 对 对 我也是扣中间先的 扣到这个先 这个clip的东西 就开了它 锁住这里 这个再锁 所以基本上两张床是一样的 我的 哦 对 是一样的 OK啦 刀都全部都一样 对 然后 好处就是 单手可以拿起来 对啊 单手可以拿起来 然后这个是矮的射笔 你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直接碎 这个是超矮的 哦 刚才只有一个尺寸 两个 两个 这个还可以矮的 没有没有这个 这个单处是 它全部正确的 它没有得加高加矮 哦 所以我们先说明 我们这个是 可以高可以矮 但刚才Kenzie 那种床 就只可以高 或者你卖过那种是矮的 所以现在我就 我们加脚下去了 好 哇 用上去过 这里的更 好像我的厚小匙 好像有点厚一点 我的好像有点薄 Kenzie那种好像 够了之后 你觉得是薄一点的 哦 其实是一样的布料 一样的东西 我相信 不过可能 颜色的关系 我觉得真的是 我的有点薄 我觉得软一点 这个是硬一点 我是硬一点的 是不是颜色 我以为它洗水了 没关系 所以 这个我也没有正式使用过 然后 接下来Kenzie 暂时 还有一个chip 是我要用这个 我会建议 如果用这个便宜的军藏 比较体积小 和轻的人 就适合一些 因为Dicator 是不是厚生 实际 而且市面上 除了Dicator 还有很多款式 也是这种直接开的 都很好的 但是价钱就贵很多 对啊 更便宜一百块吧 更便宜 对 其实我买Dicator 就是因为 它有保障 对啊 我不喜欢我给它退货 就是好处 不知道 不知道 原来是可以用了之后 因为你不喜欢可以退货 是 然后接下来 我们有两款 两款的 这个瓦砂 尺寸 你看其实 它是 这一边比较高 这边就是脚 这一边比较高 这边就是脚 哦 啊 所以它就比较安定 哦 你设置的时候 你就要做好来 啊 对 你就很有压迫感 哦 对 你就很有压迫感 哦 对 它那个车功就是这样子 然后 哇 然后进处会比较麻烦 你要开完 然后关 哦 对 是 然后 它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睡军床啊 整天啊 你的睡袋啊 然后你的枕头啊 整天会跌跌上 对 对 然后你睡觉一下 它可能从这里 就掉出去外面 如果你睡外面的话 就直接种泥了 OK 所以 结果我就买了第二款 它 它这里有两个 两个口 你可以挂下去 OK 所以 它有两个洞后面 你插下去 哦 它就会移动了 哦 果然是一分钟功夫 这个就不像分散了 插洞 所以它跟我们斗军床的利用是一样的 对 它就偷下去咯 不要移动咯 但是 第二个咯 每次都比较难静一点 正常咯 因为 OK 拆的东西很好 我们就来 套了过后 就拆到 没得走了 那这个骨架有一点特别啊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研究了一下子 它是分为两节的 然后两节 你不要急着穿下去先 然后把全部弄好先 哦 然后你看到骨架 这边有一个歪子行 短歪 如果做的很奇怪 这边就没有 原来呢 是哦 这两个呢 是要拿来混合在一起的 室内做比较辛苦 在室外就OK 我每次在家里做就 需要一点空间 这边 有没有 皮肚好食围 其实 因为它外 它要有点力度啊 哦 它夺了 夺了下去 哦 等下看啊 这个很帅啊 哦 很帅啊 这个都是搭建起来 这个是什么价位啊 这个 大概 大概 我记得好像200块 哦 然后 直接 进去吧 对哦 你看 在这边看 你这样进去 放几方便 里面有玩 对哦 还有地方给你放手机啊 对哦 那种没有办法放热 你旁边我们就是放个小椅子 它还有一个空间的哦 有空间 对哦 你怕热 里面还给吊风扇 对哦 还可以刮风扇 刮灯哦 有灯的烤在里 有风扇烤在里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 我觉得这个 没事啊 睡进去看看 是否标准 是特别啊 因为它跟 它这个就是设计给军床啊 所以它的宽度是65cm 还是你进去 我睡觉好的啊 你的 我怕睡下去那个床坡会不会倒啊 是很整啊 就是山山 哦 它外面不会有多一层的盖住的 没有了 它又不是那一层的 这个纯粹是不要去睡 军床 但是你可以直接睡在地上也可以 你不要军床 哇好舒服哦 然后 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我有安全感而已 对 那个睡下去你觉得不懂什么东西跑出来 不是 我本身我很怕有压迫感 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压迫感 好舒服哦 这样自己的开箱 应该就是到这里为止而已 我们现在示范呢 收拾好东西给你们看 对 这个就timelapse 这个不讲了 对对对对 OK 有没有人要听我来拍的 comment subscribe给我们知道 或者pn我们 我们会尽量拍给你们看 记住分享我们的channel 给人更加多的人 去subscribe和大家 谢谢你 把垃圾带走可以的话 带走更多的垃圾 YES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每一集我们的man OK拜拜 嗨 嗨 如果是我上來是需要的 你是不能單去我上來 因為是需要什麼 接著這個 這兩回屋 可以自盡都會搬到大隻 所以這個是涉及了 所以這個幻床是涉及了一家家 要買一架車的 因為有小一個條件 所以不可以問 嗯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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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